第一輯和第二輯的Charles有否不同 其實不是有很大不同 因為人物始終是Charles 他都是一個很激烈的苦巴 他仍想兒子聰明 誇掌自己 始終他是一個善良的人 經過第一輯後他都學到一些事情 他都學到怎樣為兒子想 怎樣跟小朋友相處 他都是一個成長的經歷 以Charles來說 但人物都是一個這樣的人 他沒有變 兒子已經是升小學了 你覺得隔兩年後再跟他演父子 你覺得他有甚麼不同了 大哥仔了 聰明了些 甚至乎他更知道演戲是甚麼 上一季幾個小朋友還是小 六歲 七歲 但去年拍攝他們已經八歲 其實他們已經認識多了很多東西 以一個小朋友來說他們已經成長了 他的八歲可能他認識的東西 可能比起我當年十六歲還要多 即是現在的小朋友 所以其實拍攝的時候 我們差不多埋位很快就已經融合到 我們也保持了好好的關係 所以又不會重新來過 很快便可以投入到 所以拍攝的時候順利下 大家都很快便已經在劇世界裏面 今輯除了七少福之外 父母那邊的角色 合作和上一輯有些不同 例如今集見到一個預告 你和強尼是多些對手戲 其實是否整輯你和強尼的對手戲 相對比以往是多些 其實今次劇本的去法 和上一季有少少不同 上一季主要是一班家長 怎樣去為小朋友 有所謂起跑線的一個矛盾 製造出來的戲劇性去經營 上一季是這樣 但今季其實他們都很想探討多些問題 所以今季你會見到 在不同的family 或者家長和家長之間 會多了一些獨立發展 就不只是說家長和小朋友的關係 有時是這個family本身自己有的問題 甚至乎他們很想探討 做家長的怎樣才可以做到一個好的父母 甚至乎會探討家長的崗位 角色面對的困難 你是別人的爸爸媽媽 但你亦都是別人的兒子或女 你在這個崗位的時候 其實你要思考的東西更多些 你遇到的問題也會更大些 所以他們今次很想探討多些家長的角度 怎樣成為一個好家長 或者怎樣成為別人的好子女 我覺得今次想追求的東西更深入 你自己是否有一個答案 何謂好的家長 你拍完這劇之後 你自己會否多了一些想法 他絕對是經歷了這劇之後 你又會令你要反思的一些題目 你要成為一個好的家長 其實不只是說你要給些甚麼 你的小朋友 或者你可以給到多少 或者你只是盡力給到你最好的東西 我覺得不只是這麼簡單 而是你自己要切身處地去想 他是怎樣 他的經歷是甚麼 他的成長是甚麼 你要代入在他的世界裏面去想 我覺得這個是重要的 反過來當我去想回我自己的小孩的時候 我會想我的父母究竟給了甚麼 或者他怎樣對過我 那樣東西我覺得是重要的 而當你要去做別人的父母的時候 其實你應該要用回這種角度去想 我如果做一個小孩我想得到甚麼 這樣去想 而不是只是簡單的公書教學 但那個說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你要做或你要經歷的太複雜了 每日都是一個課題 每日都是一個應該你要學 父母 作為父母你每日都要學習 不只是小朋友要學習 你要學習怎樣去做一個父母 你想回頭 因為你現實中 你們沒有生小朋友 但你要演一個父母的角色 其實對你來說有難度 其實我覺得我比起有小朋友 當然有些距離感 因為我自己本身沒有 譬如阿強尼他自己有小朋友 譬如今集和朱欣自己都有小朋友 他們很直接很強烈的感覺 我覺得是有些距離感 但我亦都會想 譬如我自己沒有小朋友 我的家人有小朋友 我會想我的兒子 我會怎樣對我的兒子 或者我怎樣對我的兒子 借鑑一下 所以我都會想 譬如我以前怎樣對我的兒子 他小的時候 我用甚麼方法 我用甚麼態度去對待他 有時我都會要這樣去幫自己 找一些感覺 強烈的感覺 這個先天沒有辦法 先天缺陷了我自己 是需要有些補足 但會否見到那些小朋友 大得這麼快 會否有事說 好不容易不要這麼快 會呀 尤其是小朋友 他們身體大得很快 你不見他一個星期 他好像已經高了 譬如我們拍攝的時候 有些時候可能隔了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才再見同一個小朋友 高了已經 你好像已經失去了一些東西 你好像已經追不回 那個感覺其實都幾強 變了我自己覺得 雖然那些是一些 我其實那個態度 我覺得我和他們是朋友 來的 譬如做我兒子的Martin 我覺得我和他們是一個朋友 但我見到他 你可不可以不要大得這麼快 我想每一個家長 或者一定有這種感覺 又很想他們快些大 但又希望他可以保持在一個 他們覺得最可愛最好玩的階段 這些是很矛盾的心態 我想我不是他們的家長 但我和他們的相處合作 我都會有這種感覺 今集有沒有哪一幕戲是你很深刻的 或者是都演了很久 都要花點工夫 有啊 因為和其實和戲裏面 Martin仔最後我們的發展 是幾峰迴路轉 甚至乎中間因為劇情的發展 我生意失敗了 我原本住大屋變了住小屋 在戲裏面變了要對兒子好像很遺憾 我給不到一些原本 我心目中應該要給他很好的東西 變了我們之間有一些很沉重的感情 的氣憤在裡面 在這些拍攝的時候 其實有時小孩又不是說 好像我們大人一樣 很快很會明白到那個情緒 我們需要給多些時間那些小朋友 但我們亦都要擔心 如果太過真實 因為真的要吵架要罵 太過真實又會不會對小朋友 未必是一個很好的經歷 所以是要小心的 亦都要他的家長 或者我們拍的時候 副導演我們大家要和小朋友解釋 要很有耐性 他要明白 然後一拍的時候 你又一定要很認真 放了所有情緒和情感出來 這個是拍的時候都覺得 拍完之後我自己都會有少少 會不會對他有少少陰影 會不會給他一些不太好的經歷 這些我自己都會有擔心 但當然很好 最後都是拍完 他們很快又會去他自己的小朋友 有沒有擁抱一下他 要開一開的 就是要沒事了 沒事了 OKOK 就是Martin沒有那些說 反過來安慰你 爸爸沒事的來吧 沒有 他又沒有 要我們要哄他多些 但其實他很明白 他拍完之後沒有事很快便沒事 朱欣就是你另一個很重要的對手 據了解 朱欣肯參與這個反擊白線聯盟 二是因為你的 因為你是他師兄 他一直都很想和你合作 你真正 不要說以前是APA 你今次真的 在一個作品中 你和他有很多對手 例如第一集已經在說字 你要罵 他們倆都已經有針鋒相對 感覺是怎樣 感覺又熟悉又陌生 因為真的 除了在學院裏面 大家做過同學 做過一些合作之外 之後大家離開了學院 一路其實都沒有合作過 所以其實很有趣 你一見過這樣的舊同學 你就會有一種很熟悉 很多以前學校的一些回憶 又會在這裏 但是又很陌生 因為大家又已經各自生活 各自經歷 各自在自己的事業上做了這麼多 那種陌生又熟悉的感覺 是很微妙很有趣 每每我自己會遇到一些 自己以前的同學一起去做事 都會有這種感覺 亦都覺得 大家同學又可以一起走 一起做事 很難得 不是說你想就行 要有很大的緣分才走在一起 那你想起甚麼 APA 我最記得她入學第一天 她是一個很標誌的少女 當時大家所有焦點都在她那裏 這些畫面 大家讀書的時候她做過一個集作 她做導演 她找我做她的演員 這些回憶又馬上出來了 她現在和她雖然很多年沒有一起合作 這次做事的時候其實她沒有變 她仍然很清楚很肯定 她很知道自己想要些甚麼 和當日和她做集作 她是導演的時候她一樣是這樣 她很清楚告訴你她想要些甚麼 她想見到你做些甚麼 很清晰的 不會說我不知道 不是的 今次和她一起合作也是的 她會知道這場戲應該是這樣 我們對了一次 我們對完之後大家談談 大家那個來回會是怎樣 很清楚 然後大家roll game就做 即是這種沒有變過 原來這個演員仍然是一個 這麼有份量的一個合作夥伴 腳不腳和她合作 腳因為那幾場戲其實大家都 來回得很有火花好玩 那幾場戲我覺得是很開心 那時APA戲那套她做導演的戲是甚麼 其實是一個短劇 是一個外國劇本 叫做Hello Out There 劇名就是他導演 我是做男主角 其實電影只是兩個人 就和另一個女同學一起做 她找我做 因為那時我們的集作 我都會找同學大家互相幫助 是 我好像是一個監等 在一個監倉裏面 不斷在哄看著我的看守的女生 去放我出去 是這樣的一個短劇 但還記得朱欣當時做導演 有甚麼都很深刻 就是剛才我說的 雖然我們那時大家都是學生 那一堂課是他的導演課 他就要去找劇本 他要去找他的演員 雖然那時他只不過是第二年 我是第三年 但我最記得是剛才說的 他不是一個陷陷糊糊 不知自己想做甚麼的一個崗位 雖然只是讀第二年 他很清楚 我選這部戲我想這樣 我要這樣做 到時我們就會這樣 所有事情是很清晰 他給我的感覺是這樣的一個partner 到現在見到他 他也是這樣 譬如他現在說 他拍這部戲的一些體會 我都覺得都是當日的朱欣 都是知道自己要做甚麼的一個人 他當時找你的時候 你說你找我還是 是好的還是怎樣 他找你合作 他找我合作的時候 我就只是很簡單 好啊好啊 沒有問題啊做啊這樣 只要我們那些課堂 或者那些功課 是可以排得到 好似現在排期 讀期 只要讀得到期的話 盡量都做 因為學生一定會盡量 想爭取多些機會去練習 所以除了課堂之外 這些都是爭取機會去練習的 所以很快就答應一下 當時的朱欣 是否叫做一個風頭等 我覺得大家在學校裏面 又沒有這種氛圍 大家入到學校很平均 只不過是在雜作上高 你可能會有多些機會 或者是少些機會 其實我們都譬如做學校那些 老師的裏面 我們都要Casting 都是一個在很公平的架構 大家去爭取自己的機會 這樣來得到演出 好像慢慢是一個機制去訓練你 當我們未來畢業之後 進入這個行業的時候 你都要面對同樣的機制 就是這樣 因為可能外面的人會想像 以前朱欣進來好像 周圍都是射燈射著他 在焦燈射著他 可能會是這樣想的 不是的 其實在學校裏面不是的 大家都是很公平的 尤其是大家是同學的同學的關係 只是會覺得 這次我得不到這個機會 或者那個同學會得到這個機會 你就會可能會有這些情緒起落 但當你一上課其實大家都是公平 所有事情都是機會均等 只不過是爭在你會不會得到更好的演出